我生產鋼市場 當時在台灣要招工已經相當困難 台灣本土的市場太小 為什麼會選擇在東北這個地方 當時南方都缺電 東北這邊不缺電 這個地區有一個鞍鋼 將來可能材料的取得會方便一點 政府對企業當然就是 很支持啦 比方說我們的用電 我們以前農電要改成工電的時候 當時是所有這個區域全是農業用電 後來台辦幫我們協調 所以我們是第一家架的專線改成工業用電 這對我們影響太大太大 就是因為改成工業用電 所以我們在賣步 再賣了一大步 對於企業本身 你一定要保有質量第一 你在同業拿出來的東西 或者就是屬於最好的 這樣客戶才會認可 第一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我想建一個文化館 最初的考慮就是為了正常 正常的員工、子女 可以去那邊接受一些 這些與目前社會上 這些娛樂不太一樣的 他的青春幾乎留在這兒 這是他是醫生最重要的時間 所以在海城留下了一個 讓人有印象的東西 我非常感激 在台灣鋼繩界吧 我的成就最高 因為我到大陸來